张忠良来的时候 我是更放心的 那请 张忠良 好吧 我们就一起乘船吧 竟选择飘移 我真的不意外 我只是替导演组感到一点点 就是 担心 好期待 真的 好神奇的一组 有吗 通宵回去改方 真的假的 当我走向唱跳那一组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披荆斩棘的导演组 我是觉得这一组表演的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然后我们昨天 根据你们之后做了一些调整 很失望 我们被看不起了 瞧不起我们 对吧 杏哥和东梁哥哥 你们就可以发挥唱的优势 就要来这一组就没意思了 我就是要来跳舞 你能跳就跳呀 对 再来一次 自己看自己就要笑 这样跳一百次就会记住了 我肯定是马兰山舞王 你这一年念好了没有吗 没有 开完会以后就直接会上一个舞蹈课 然后学一下那舞蹈动作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或者是我觉得可以呈现的话 我尽量去满足 但是如果效果不太好 那我们可能要取舍一下 怎么去做这个东西 我有一种麻烦就是 这整疗失误完之后 马上要去体检的感觉 五 两 七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还可以 我自己非常喜欢跳舞 所以觉得没有什么困难 六 他们有时候可能 我不知道是计划B 计划C 还是计划什么 但是我们会尽用最大的能力 我希望我可以做到 本来想来这个组做到的事情 那就是跳舞 六 六 七 八 星哥可以稍微慢一点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分组 你看 五 六 五 六 七 六 七 八 对 打他 我以为他们不会跳舞 我想说拉个垫背的 结果他跳来不错 真的很烦 六 七 八 一 二 二 二 差一点 可恶 不可以不可以打开给人看 再一次再一次 六 七 八 一 二 八 再一次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的 我一次继不了两个八拍 一个八拍 我可以继两个小继 三个两个动作 三个两个动作 我练一天练 一天练这几个动作 最后把它拼起来总可以吧 哈啰 各位朋友们 好 学得怎么样了 你们会不会太早来呢 还早吗 再半年后再来 你不会吧 看一下呗 起松口 可以的 音乐换一下 可以的 他们今天来看的意思 应该是有两手准备了 就是万一我真的练不起来 有一个练习的练习 五 六 七 六 七 五 六 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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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后面就忘了 不错不错 首先我想不到 舅舅 你可以跳这种风格 头一下还挺好的 只要拍我特写就好了 然后动两个 我一直觉得你是那种 很抒情那种 原来跳舞的时候还是挺有劲的 我加油 是 金额肯定是比去年进步很多的 但是呢 因为对舞台负责任 暂时来说 现在这个标准 肯定还没有达到的 肯定 我们肯定要保护 哥哥们在舞台上面的 演出的 最终最理想的质感 我就有这个决心 如果他们用到Plan B 我就退下了 我是做好精力准备 用足够的勇气跟体力 来做这件事情 加油 星哥 加油 星哥 姐姐都可以抄到三斤半夜 为什么哥哥就不行 怕不怕自己脱后腿 不会 放心 会敲拼吗 让博言害怕 五 六 七 走 我 等一下 等一下 没有那么多步了 只有滑一步而已 右脚左脚不认识 走啊 走啊 我在这个团队里是舞单 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能说这种话 我哪来的脸当舞单 但是在这个团队来说我是 对 星哥 你想起来滑雪的感觉 对 溜冰的感觉 对 对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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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打开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 不用太快 不是 书 书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书 书 打打 刚好就是他们两个年轻的人 带我们三个老的 来吧 快 加油 音乐 我用第一人车 在飘移清准 书跟银的分寸 嘿 计算得很精准 故事中的我们 好 很久 很久 对 会不会很酸现在 对啊 天下有在耳饼 我上网查了一下 运动过度会导致耳饼 我觉得我膝盖 膝盖不太好啊 我觉得他现在心情不好 脾气不好 没事我已经让他们安排 那个救护车 如果你到处 没有就需要一下 对的 今天小腿有没有很疼 还好 其实他我觉得是极有记忆 你每天练 每天练他一定会 记在这个地方 因为今天之后 大家就是先各自去做 各自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有说 每天要打卡影片 在群组里面 在飘移清晨 我录不了的今天 我因为想跟何展成 想跟马师一起跳舞 我想学Krump的基本动作 很简单 像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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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8 1 2 7 8 可以啊你 好感觉 但是就是因为 在一直练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把脚踩上了 理疗是来处理过的 但是它还是比较重 这两天还是先用固定器固定 我们目前现在这个状态 我们完成我们的 全面成后的情况 必须完成吧 我用第一人称 在飘移青春 你不要跳 你让他多保持在一个 就是位置 就是他多愈合 对 对 你不要跳 有 邀请哥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再一次 就觉得我们那个样子 他还一直陪我们练了一整天 其实昨天我心想说 要不让他练 但我看他好像神采奕奕奕不动 我说他就练 他不说了 他一直都自己忍着 对 哎 突然气压好低 我有个三加一 大家其实很理解你 其实今天他们在想备案的时候 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舅舅可能不会接受备案 他就是想唱跳 对 当然了 这是我第一个选的 对 对 没有 不会有备案的 只是 我觉得受伤的这件事情 比较对不起他们 嗯 嗯 是应该在一个 相对来说好的状态里面去 完成这个东西 因为演员是一个没有资格生病的职业 你今天生病不舒服 所以你没办法做出完美的演出 大家能够理解 但是理解是因为是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我自己本身不接受 我用第一人称 在飘移青春 舅舅讲受伤的情况下还在坚持 那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跳呢 其实我有一个很狂野的梦想 我要从一宫跳到总决赛 这是我的披荫斩棋成魔之路 我们这边再来一次好吧 好 OK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啊 再一次 我会尽可能做好很多的准备预案 包括找的理疗师 甚至做好比如说去打封闭 或者是其他的准备 对 为人生态 为了对 正式演出的 那几分钟能够让他看起来 就像没有事情一样 我们一定是五个人跳跳 兄弟同心 吉利端金 千万不要小看 我们可能是最燃最炸 最让你意想不到的部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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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